高雄市推动电动共享汽车 原定5月26号就要上路营运 不过德标厂商疑似因为资金未到位 连租赁的电动汽车都还没有买齐 市府交通局先给予一个月的展延时间 并且预约罚款 交通局强调电动汽车是国际发展趋势 持续推动的决心不会改变 去年10月在哈马兴举办的 生态交通全球盛典亮相的电动共享汽车 民众试程之后都很满意 市府也在去年5月和厂商签约 原定今年5月26号上路 没有想到厂商疑似因为资金未到位 上路支票挑票 目前就我们了解就是电池公司 他们在整个系统的这个测量部分 还没有到位 那另外一些就是系统的对接 跟这个整合的测试也还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这个也影响到我们原定的 第一阶段的这个营运的这个时程 所以必须可能要在一些作业时间来 所以要延后来上路 位在市府市围中心的电动共享汽车 租赁装停已经设置完成了 但是因为厂商的电动车还没有买齐 电脑面板也没有装上 所以整个系统是还没有正式启用的 厂商表示去年9月在哈马兴 让民众试程之后 发现租赁的车辆连线系统必须修改 因此延宕 目前江东局已经给予一个月展延时间 并且一约罚款 给他限期改善 目前就是先给他一个月 希望厂商能够尽快来解决相关的这个问题 来尽快来营运 那如果说他没有办法做到的话 我们经过三次 这个没办法改善 我们就会加重处分 虽然高雄市的电动共享汽车 因为厂商违约没有如期上路 不过交通局强调 电动汽车共享系统是国际发展趋势 可以有效改善空气污染 降低交通拥挤 持续推动的决心不会改变 电动汽车共享系统 这个目前是一个国际的趋势 对我们城市的这个都市的交通的这个拥挤 还有停车问题 都还有空气污染的改善 都具有一个重大的意义 所以我们交通局这边也会持续就这个计划来 努力来推动 电动汽车共享系统 目前选定哈马兴国滨饭店市府四维行政中心 左营高铁和巨蛋五个站点 至少提供九辆电动车 一个月之后厂商如果还没有改善 将进行第二次的罚款 连续多次未改善加加重处罚 并且可以解约 港东新闻李一清赖昌邦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